刚刚的话就是Dedif Dedif部分的话我们是这个公式 不过因为它太长了 所以我把它分好几行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这边也是一串 不过特别注意 你要能够像刚刚输出那个Dedif的话 我们这边 我来看一下 这边如果说我今天做完清楚 然后年龄 特别注意这个公式 我刚刚讲过 其实就是把它贴过 就那样的方法 以后的话如果要丢公式 大概就这样子 非常简单 所以丢公式应该算最简单的方法 你只要 之前前面有做一个东西 那把它丢过来就可以 但是可能要注意几件事 第一个 就是说 它现在目前公式这么长 所以如果说你每次都还要看到右边的话 变成你要拉过来拉过去 非常不方便 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 前方会跟各位讲过 如果你要把它变两行 你不能说随便找个地方Enter 你一开它一定会出现错误 那一定要记得就是说 那可是问题你要怎么把它分两行 而不发生错误 这个地方可能要注意就是说 请你找到那个end符号 通常是我们前面不是有个endend i 有没有 那end的前后 我的习惯是end不管哪个endend的后面有个空白 只要找到这个空白 空白的右边 加一个底线 这个时候你就可以enter了 移开的话就不会出错 OK 看得懂吗 关键就是什么 这个end符号 这边说end符号 所以你只要找到那个串接符号 跟空白 的右边 就可以 加一个底线之后 加底线就可以enter 那这个底线它就把它当成是 有点像上一行跟下一行的一个连接符号 这个是VBA的规则 OK 那所以如果你要分好几行 你只要找到end的后面空白 end加空白 加一个底线 enter就可以了 管它要几行 都可以全部变成同一行 OK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这个部分的话 分两行就好了 莫名其妙 不用分那么多行 好 然后这样的话就完成 所以我们刚刚做完的这个 mid等于ymd 然后用贴的 所以这个可能要熟悉 以后的话蛮多地方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产生公式 产生完之后 就可以把它变成VBA 所以以后尽量 反正将来工作上 只要做完 反正你就把它转回VBA 转回VBA 多转几次 以后就光光烂熟了 对不对 然后再来的话 你就可以把这个功能向上提升 像这个地方是没有办法 因为它好像除了dative之外 没有更好的选项 所以我们就用丢公式 然后其他如果有 因为我也试过 像VBA里面 有其他的函数 可是看起来好像还是没有dative这么方便 因为就三个参数 而且还可以算剩下来的月 剩下来的天 其他函数虽然有类似功能 但是没有它好用 没有它简单 所以暂时用它好 再来的话后面还有几个 就是e-day 什么叫e-day 其实就是根据 其实就是讲 如果假设我们奥运 奥运这个 2020 8月16这一天 奥运当天是哪一天 等于什么 等于上面这个领导 把它抓过来 OK 那如果说今天奥运的前后三个月 其实算月还蛮麻烦的 那怎么去计算 后三个月跟前三个月 你不能说直接给它加三个月 不行 你要变成什么 特别之外 因为日期比较麻烦 是因为它一个资料里面 有三种类型的资料存在里面 所以年月日 OK 那你如果要计算月的话 你要分开来 再计算 所以怎么做 如果传统做法 传统做法我先做 插入函数你可以用 Date函数 日期时间里面的Date 那Date会问你说YMD 所以你必须怎么样 先给一个义耳 把什么东西 义耳 刮虎 把奥运当天的日期的义耳 先搬过来 2020 曼死 把奥运当天的曼死 的这一天搬过来 Date的话呢 把奥运当天的Date 搬过来 其实就是把它分开来 意思 年月是分开 你要怎么计算 后三个月 请你在曼死后地方是什么 加 加三 OK 超麻烦 对不对 按确定 它其实光要计算一个 月份要用四个函数解决 OK 那当然前三个月就是 就是把这个公式 其实就复制减三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把它 但是呢 所以 以身有里面就发现这个太麻烦 所以它就帮你产生一个函数 叫做E-Day 所以你可以在旁边做E-Day E-Day的话就是插入函数 E-Day函数在这里 不过特别是E-Day函数 是在2007年的版本 2007以后的版本才是内建 2003以前的版本是外挂 还要什么争议集 什么一堆的 所以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2003以前没有预设 你除非要争议集 还有什么工具箱 这边有分析工具箱 那之后的版本都有了 然后所以E-Day按确定 Star Day哪一天 这一天 慢时 特别注意 这边还跟你讲 确定是慢时 意思说几个月之后 如果三个月之后 你就输入3 Enter 不过你会发现它会是什么 数字 对 改格式就好了 所以其实慢慢各位已经知道说 原来所以不然的话以前同学看到 这怎么会这样子 不用紧张 反正因为里面它只是打回原型而已 你再怎么样 帮它加一个日期格式不就好了 所以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复杂 如果是奥运的前三个月的话 那就是E-Day哪一天奥运当天 再把它怎么样 负3就好了 负3个月 OK按确定 那一样格式 所以把这个格式把它刷一下刷过来就好 那这样子的话 E-Day 不过E-Day它只能够计算月 它不能计算年 OK 所以这个也是 好E-Day函数 那也就是说呢 我们切到综合练习里面 第一个呢 如果你要产生整年 你可以先用什么插入函数 用E-Day 前面这个日期 慢时应该是什么 相差几个月 对一个月嘛 因为 1月1号跟2月1号差一个月嘛 2月1号跟3月1号差一个月 4月1号又一个月 所以其实哦 你如果按确定之后的话 它就帮你把格式带过来 然后呢 差一个月嘛 那依此类推我向右填满之后 有没有 它基本上就是把 因为向右拉的话呢 A2会变成B2 B2会变成C 一直都抓前面 宽度不够什么 把它选起来 快点两下 这样就OK了 把它稍微缩小一点点 好1到12月份的每一天都出现了 接下来如果说我今天要把底下的东西 全部做完的话 那就什么 把这个日期 等于什么 等于上一天 加一天 其实一天就1 24小时就1嘛 打勾看一下 格式它也会带下来 OK 那如果我把它向下 它会怎么样 A2加1 A2加1 所以一直重复去抓上面的 所以没有 31天没有问题 但是会有问题的是在这里 228 3月1 应该下面不应该出现 有没有 为什么因为上面已经有3月1号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不应该出现 那问题来了 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向下填满 我希望能够怎么样 向右填满到尽头的话 可以把整年年历都出现的话 那就OK 可是问题 应该出在哪里 这边 其实只要好像没有满31天的 这个 就会出现问题 那怎么办呢 我们应该把它去掉 不要让它出现 那不过其实 要怎么去掉最快呢 你想说 你去到 daily x 有问题不对啊 因为你如果上面的年改了 假如这边你改了其他 比如2020年 那如果你用这样的方式改 它就不会说自己又把那个拿掉了 我希望就是上面这个年 的日期改了之后 然后他底下也会跟着变 他不会说 你还要在手动去把那个多的 在手动上一变 不对啦 所以要怎么办呢 其实这边有几个逻辑 对 所以这边的话请各位试一下 就是说 这个跟这个的月份 一定是不相同 所以可以想想看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我们第一个一定逻辑判断 也就是如果 那个我要产生的那个日期 他跟我的月份 月份就慢死 如果不相等的话 那我就 不要给他任何东西 就有点像删除 删除到双一号 底下的话反之又把它去掉 那这样他就可以不需要用手动的 有什么方式不要用手动的 请各位试一下 这部分的话 刚刚几个重点 1 我们就是现在本来是没有了 这边没有 我们用1 day 所以这边的话你就插入一个 那个函数用1 day 然后1 day的话就是这个日期 相差一个月 也就是先产生什么 每个月的第一天 那你有一个头之后的话 后面就跟着去改变它就可以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等于A2加1 上面这个加1天 但是加1天呢 我们可能会需要判断 这个现在加1天之后的月份 跟它原来的月份是不是一样 如果加1天之后呢 它月份不一样 就不要显示 OK 来 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如果逻辑可以做得出来 那大概这一题 年历应该就可以很快做完 好